距离520就职只剩60天 总统当选人蔡英文丢出两岸关系风向球 要大陆展现善意引发对岸热议 对于九二共识两岸一中等一些敏感核心的政治议题 蔡英文表示她没有办法明确回答 当前应该拿出真正的诚意跟善意的恰恰是蔡英文 其中大陆官媒人民日报海外版评论措辞强烈 文章提到大陆对台善意满满 民进党七年多来对两岸交流几乎是逢中必反 如果蔡英文所要的善意是要大陆放弃九二共识底线 这样的善意大陆绝对给不起也不可能给 两岸关系维持现况的基础 必须认同九二共识的核心意涵 叫九二共识也好九二谅解也罢 只要包含两岸同属一个中国 怎么表述都是次要的 就是希望大陆在这个两岸的政治基础 一中原则和九二共识方面 大陆能够再展现弹性 我想这一点大陆可能基本上做不到 意思也就是说给他多一点时间 第二个给他多一点空间 他又降低然后那个大陆的反弹 他又要给大陆承诺说 他不会过度的造成两岸关系的紧张 你就可以了解这个五二零的突破的空间 可能也不会很大了 大陆两会国家主席习近平早已定调对台政策 划下红线新政府如何回应成为五二零最大悬念 记者综合报道 要是吗 感谢您的观看